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你不走寻常路啊 你32 我看你像52人 谢谢老师夸我 他是长得比较成熟啊 你看啊 谢谢老师夸我 杨周 帅哥是你这种标准 杨周 我太自量了 对了 你刚才说你喜欢猜别人心思 我不是说是猜别人心思 我是说就是说 对应别人的某一个什么样特征 他是怎么想的 你说独于表情啊 不单纯表情 各个方面 这是我唯一的爱好 我从小就是相对 由于家庭的原因 相对就是比较孤僻 不是太爱与人说什么 所以你就 但是我特别喜欢看别人 琢磨别人 对 14岁开始读 《易经》 《道德经》 《论语》 《资质通鉴》 对 你的终极梦想是什么 我终极梦想是想 开一家传播中华 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校 你把人分为几种 人分为八种 我是哪一种心 您骨子里是激进心 但是您渴望成为天才心 但是您遇到了瓶颈 那我的瓶颈是什么 您是到了这个年龄 之后感觉到 就是光 凭着激进是 达不到另外一种 所以我适合做销售类 对 那你说说他们 杜梓健是哪一种类型 来吧 散开我吧 您是典型的文艺范儿 但是您骨子里是狂放不羁 您也是激进型 我难道不是天才型吗 但是我知道您骨子里 就是很想达到某种 一种层次 高度 但是是什么束缚了您 是您骨子里的那个文艺 我们这有天才型吗 我目前没有 有人才型吗 我们这儿 有 谁是人才型 段总 段总 对 段总他应该是一个 思维方式比较复杂的人 复杂 但是 严谨还是复杂 既严谨 因为严谨所以复杂嘛 但是由于您是这样的思维方式 所以您欠缺破理 决断理 所以您最适合做副总一级的工作 我是猪口亮那种是吧 对 我满意 满意 不错 很准很准 他还提出一个观点 说公司都要设立一个闲职 企业用好这一类人 可以长久地发展 对于这一类的人 他的事做对了 你要讲力 他要是做错了 你要讲得更多 我们就作为一个老板 你手底下肯定有核心决策的人物 他们做错了事情 是关乎一个公司的生死的 所以他们做错了事情 你第一要考虑的是 他们是不是故意做错来刁难你 他做对了 你奖励他五千 他做错了 你要奖励他一万 为什么 你一奖励他 就能立马看出他的心思 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 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个问题 大家错过了 刚才你说那两个理论 完全是纸上谈兵 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他 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个 纸上谈兵的东西 说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话 这个很多电视观众会觉得 你这个理论可能是对的 我继续实行 这完全是一个 没有经过实践的人 在那空想出来的理论 难道大家不值得去批判吗 做错了我还要去奖励他 这完全违反了公司的讲诚体系 这是违反原则的事情 竟然没有人反对 难道你们都赞成吗 他的一家之言 你不必那么激动 不是 你现在让他 因为他目标岗位是个讲师 也许他有自个儿的体系 对不对没关系 让他讲 对 我觉得他已经讲完了 而且我是认真地听他讲完了 我没有反对 而且我觉得这一盘 大概就要过去了 我说这盘不能过去 因为这是代表着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和企业运营的最基本的原则问题 作为一个讲师 当有人对你的学术论点 有质疑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讲师 出于对于学员的尊重 你也应该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而他没有任何的解释 那么其实 对于其他人造成的印象就是 你对于我的这些问题 是没有合理的解释和反驳的 在这一点上 是对你讲师的信誉度 是十分十分的 我觉得 你对于是